Hello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這一盒 就是來自捷克的Valum 希望我面對 它裡面這個B-45有一系列 那比較經典的是這一架 就是RB-45C Tornado 這個是Bomber加Nuclear Bomb Mk7也就是轟炸機加核彈 這盒裡面有一顆核彈 比較奇特的 那我們來看看裡面有什麼 這家1比72 有趣的是這種轟炸機是前後座 Pilot Co-Pilot是前後座的 算是冷戰時期的轟炸機 那我打開有預期了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說明書 再來看裡頭有什麼 來我rooming一下 這沒問題 一樣都是一份是塗裝 一份是組裝說明 那這個要留著 因為你要對號碼 我講過了 因為它的板件裡面是沒有號碼 這個European Style 這個歐洲人 它的模型有的是這樣 來 這個是架子艙 前後座 這個有點細了 因為還有金屬石刻片 做的時候要小心 齊樓叫好大一支 待會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前後座的配置嘛 所以它的Pilot跟Co-Pilot 是這樣子的 來 前後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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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裡面應該沒錯齁 前面還有一個人 我看看 前面還有一個人 對 對對對 在這裡對 這個是航炸員 Bombardier Bombardier 在這邊 然後核彈就這一顆 那它系圖要跟你講說 Pilot Co-Pilot 做起來的樣子是這樣 它的 駕駛座 小小的 但是還是做到 盡量把它做的精細 就是有 有刻片 加 塑膠膜 加貼紙 加金屬片 套上去 就變成立體的 儀表板了 就像這樣子 參考一下 來 這裡 前後機身 中間還有一個 不是讓你直接插進去 就可以黏了 它還有一個 加強的板件在裡面 這個 古壽的飛機 就能夠做這樣子 好 再來 這空氣擦車器 有 還可以做出來 不錯不錯 是吧 好像是 來 這尾管 尾管它用改裝套件 讓它比較好一點 兩個應該是四發動機 裝在一起的 來 這樣子 然後 桌上罩還有一些 什麼 封擋嗎 是的 這是封擋 雨刷 做這麼細 附油箱 抱歉 來 附油箱 核彈掛上去 它還有拖架 所以你看 你要掛上去還是不掛 這盒經典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核彈的掛架 然後呢 它有好幾款 那我後續有跟大家講 來 這裡 這個是 RB-45嘛 所以它基本上 它 它是偵察機 又可以當轟炸機 這是偵察機中對吧 reconnaissance squadron 天啊 1954年啊 這裡 這家 是 RB-45C 嗯 兩種 附的兩種塗裝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 板件 來 貼紙 大大的 大大的貼紙 不是因為我鏡頭大 有話說小 真的蠻大一張的 好 這是 樹脂改造件 尾管的部分 我只給你看 不要把它弄壞了 好 這一包 就是核彈 花一點 是貴一點點 啊 掉了來 這個 核彈 核彈 還特別賣 來 封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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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等一下 再來 這架飛機有多大 擺著就可以了 一格 這樣是五公分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三十五公分 這是凹模 凹陷模 我用反光給大家看一下 我用翅膀的部分 翅膀的部分 好 好 我看一下 凹陷模 看出來了嗎 凹陷模 凹陷模 room in 這就比較清楚了 凹陷模 欸 那 機身三十五公分嘛 翼展咧 來 一個五公分 那我再逗另外一邊給你們看 一個五公分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十公分 一比七十二轟炸機算不小 內裝OK 我們盡可能的希望 在能力範圍內 引進不同的題材 讓大家都能夠了解世界 這也是一種方式啦 誰說模型只是玩具呢 欸 好 以上是跟大家介紹這個RB-45 RB-45轟炸機 又是轟炸機 又是偵察機 然後 還有核彈 這是戰略空軍 戰略空軍 謝謝大家喔